大家好,我是小河 今天教大家来弹唱一首 是否罗道右写的 然后邓紫棋翻唱过 好,那这首歌曲呢 和弦其实很简单 我们首先先带林基础同学 来认识一下钢琴键盘 在钢琴上所有的白键呢 都是Dora, Mi, Ba, So, La, Si 七个音构成的 每当我们找到单独在一起的两个黑键 那么它左前方的第一个白键就是Do 找到Do之后往后走 Dora, Mi, Ba, So, La, Si 接下来又是两个黑键 那这里是不是又是Dora, Mi, Ba, So, La, Si 又来到两个黑键 那这里又是Dora, Mi, Ba, So, La, Si 一,二,三,四,五,六,七 循环往后构成的 好,和弦怎么构成呢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Do 隔一个键弹个键 再隔一个键弹个键 构成Dora, Mi, So, E,三, V 那么这三个音呢 就叫一级和弦 好,如果从R开始 隔一个键弹个键构成 Re, Fa, La, R, Si, La 那么这个就叫二级和弦 从三开始 隔一个键弹个键 构成三级和弦 你看, Mi, So, Si,三, V, Si 那后面的都是一级的推 Fa, La, Do,四级和弦 So, Si, Ra,五级和弦 La, Do, Mi,六级和弦 Si, Ra, Ba,就是七级和弦 七级和弦后面又来到 Do, Mi, So,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 所以和弦呢 也是循环往复构成的 那么这首歌曲 具体要用到哪些和弦 来进行弹奏呢 首先我们来讲主歌部分 主歌部分的第一句 一,四,二,五 先找到一级和弦 左耳加个一 然后是四级和弦 左耳加个四 然后是二级和弦 左耳加个二 然后五级和弦 左耳加个五 每个和弦给它弹四下 你看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二级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这也行 第二句的和弦呢 是三六二二五 你看三级在这里 六级特殊一点 中间放到黑键上面去 然后再到二级 然后再到下一个二级的话语 又要变中间黑键 然后再到五级 核心的拍数 大家自己看 是否这次我将一句不回头 走向那条 漫漫无止境的路 好 这是第一段 好 第二段的话呢 基本上是重复 你看我们来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二级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好 到三级 是否你演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请到深处人 孤独 第二段的话 跟第一段的唯一区别 就是二级只弹两排 五级弹两排 然后最后要回到一级和弦 做一个中指 就代表着主歌部分已经结束了 人孤独 对吧 然后到副歌 副歌部分的和弦呢 其实是一个四五三六二五一的一个简化用法 四三二五一 你看四级弹四拍 三级弹四拍 二级弹两拍 五级弹两拍 然后到一级弹四拍 我们试一下 多少次的挣扎 寂寞挣扎 在心头 只为挽回 我将远去的脚步 三四 接下来再往后走 又是四三二二五 你看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 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 我不在乎 这个二二五呢 就是普通的二级弹两拍 然后中间发到黑镜上 变成二大 像八大也弹两拍 最后来到五级弧弦 我不在乎 就做了一个半中指 然后又代表着这一个段落呢 又结束了 然后又回到这个主歌的一种感觉了 对吧 和弦呢也跟前面一样 我就不重复讲了 你看又是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吧 是否隐忍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倾倒深入了孤独 最后回到一集 所以这首歌曲呢 其实是一首比较简单的歌曲 当然每一个同学呢 都可以去试一下 这首歌曲呢 这个传唱度也挺广的 对吧 一首经典老歌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完整地 把这首歌曲呢 再来一遍啊 弹得相对来说 比较连贯一点啊 做一点小变化 大家看一下 有哪一些处理呢 能够让我们的伴奏 更加有感觉啊 好 先即兴来个前奏啊 比较简单 再来一遍啊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顾 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 走向那条漫漫无吃惊的路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顾 会唱的一起来 是否一遍了我最说的那句话 听到深处了孤独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 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 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 再来啊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遗憾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请到深处了孤独 好弹完了非常简单 总而言之我弹得不够快啊 刚刚弹得很慢啊 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里面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下次这首歌曲我们再详细的讲一讲 刚刚这种感觉是怎么去弹出来的啊 好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